拜拜法德里 拜拜西班牙 下一站 拜拜 我们继续购物之旅 今天做啥一份呢 准备去一下 刚披了很眼睛 老婆眼睛 Bonjour 现在哈姐在巴黎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马来区 准备去逛一些小的这个买手集合店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家 叫做Broken Arm 据说是此时此刻在巴黎 非常火的这种小众的买手店 现在我们走过了几条街 来到这条非常可爱的小路 然后马上就到了第二家 我们要去逛 哦 哈喽 第二家这个买手店 叫做Tom Brayhound 外面装饰的风格和领口上一家 还有一点点相似 然后这件衣服准备室 然后要不要猜猜看这个袋子是在干什么呢 看只要一边有没有口一边有口 其实这个袋子是用来套在头上 当你去设着Turco Neck的时候 比如说高一毛衣 防止你的口红 或者粉底把衣服撞脏 这是把她的头上 转角就进到这家店 这个是前爱马设计师 后面出来跟她开台一起设计的品牌 我们现在就真的是在这个马来区 也就刚刚给大家看到有非常多很可爱的买手店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被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称之为Having Jam 就是隐藏的宝石的意思 很多人会说 一商品就想着去把你的老伙爷啊 或者是商榷地社 其实如果你是个小众买手的品牌的爱好者 或者说你很希望去发掘一些非常有趣的单品 精致的品牌 那一定要来这个马来区 大家可以拍一些这种路牌大家看 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展览馆艺术馆 而且你看批度也非常的近 那像此时此刻在我身后就是著名的雨薄的店啊 看上那个大野心的logo了吗 那这边还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小店的品牌 十八九 有一家很可爱的眼镜店 有一家很可爱的vintage shop 哦好可爱哦 vintage and brand selection 看到了一家非常非常酷的买一手店 有了好闺蜜在附近喝咖啡 然后呢来找 所以顺便逛一下嘛 真好的店 然后又逛了很多家 包括Rick Ovens 所以现在我们又碰到了另外一家 Atme Studios 今天是到巴黎的第四天 嗯然后呢我们刚刚离开了住的第一家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五星的 嗯小的精品酒店 那现在准备搬去另外一家是在巴黎 非常有名 所有富豪明星都会去住 据说刚刚鲁为特黎在那边拍了一个广告 然后这家酒店呢 呃非常的豪华 是一家很古老 但是又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家 巴黎的著名的酒店 那最后的三天两晚 我们会去办那个地方 何oris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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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P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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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想咱咱咱咱咱咱咱啊 好在我现在在给小V传视频的素材的时候呢 我要看看酒店送的礼物袋里面的什么拆箱给你们看 首先上面写我名字一个信封 酒店的一个标准的钥匙环和一个钥匙的形状 酒店的一个social media的介绍 酒店的一个小的记事本 酒店logo的一个蜡烛 酒店的一个讨压 酒店的人 老哇 看上来多数楼 也被穿走到 我们就在梦苏里面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的声音 我们从梦苏里面的地方 因为我们也没有这种不已 Ravel 这是好专一 不是還沒看過 還沒看過這 這個很可愛 聞上去就是游泳汽車的味道了 現在我們就到了酒店游泳汽車 很可愛 這次是一年來的 這次是一年來的 這是一年來的 一年來的 現在是一年來的 一年來的 早餐 早餐 好現在我們就是在這個酒店的餐廳 享受這個非常 看上去還蠻不錯的這個美食早餐 其實這個餐廳真的非常漂亮 我很喜歡拍給你們 但是因為有一些客人不在 我不讓大家會不會介意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今天是 這個餐廳的景點 如果幫鋼橋你們也會來巴黎 鋼橋你們也會遇到這種 傳統的但是又非常的 高端的整法式的酒店 有興趣的話不妨來這裡試試看 現在我們就在這間餐廳 旅行餐廳 在這間餐廳 酒店的車準備去吃晚飯了 今天我們訂了一家非常非常好的 米其林大野車的餐廳 叫做Pierre Gania 那它的餐廳其實在上海也有 另外一家我們主廚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所以在它的利劍之下 在巴黎我想看看這一下餐廳到底怎麼樣 那現在是我們的前套的階段 非常的小小 其實很可愛 然後你一樣的可以使用 包括那個包熱的食物 在這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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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會有不同的活用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會有不同的活用 在這間餐廳 有食物 剛才餐廳 會不會 其實